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半个世纪之前这场疯狂的政治运动 经历过人到现在为止 心里面仍然有一条刺 对中国当代政治社会的影响 还是相当心愿 我们一年四个星期五的文革五十年专辑 就是要将这段历史重现在大家眼前 我们还走访了中国大陆 和美国多处的地方 找回多年前参与过暴行的人和受害者 当然不少得的 就是多年来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中外学者 其实很多人都想问 文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 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讨论 其实很简单 这场被形容为十年浩劫的历史 很多基本资料还未大白于天下 好像为什么会发生 还有就是确实有多少人受害 甚至是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不少人还在找答案 当中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内地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仍然是一个感激 在内地谈论不了 不如就由我们来到 揭开文革这个面纱 首先看看当年的红卫兵 到这一刻 如何看回自己当年的暴行 还有为什么他们觉得 造反有利 第一棍子激动了之后呢 把他打着飞出去 你如果要真正的当革命者 你就不能在意这些事 你要把心也要狠着 拿个啥子拿个冰箱拿个冰箱拿个冰箱 十年浩劫 由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516通知开始 作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 竟然说党、政、军 甚至文化界都渗入了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分子准备奪取 中共的无产阶级政权 所以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清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奪回权力 既然认为党内满部走资派 毛泽东决定依靠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学生 作为推动文革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由此而起 而最早响应的 是一批读中学的高干子弟 也就是红二代 文革爆发的时候 王歧鱼十五岁 父亲是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他和一众大院子弟一样 跟上潮流成为红卫兵 对文革参与的心态是当时革命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行为 来表现我们对毛主席的忠诚 所以说每个人的表现 都在围着一个非常荒诞的中心 就是保卫毛主席 不过 好像王歧鱼这帮红二代红卫兵 满足不了毛泽东的要求 因为他们的父辈 正是毛泽东想清洗的党内走资派 于是来自基层 特别是读着大学的红卫兵 应运而生 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领袖 响应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 不同背景出身的红卫兵 在全国各地形成不同派系 在保卫毛主席的同一口号之下 施杀混战 暴力不断升级 就是五分钟前 是还有人性的残余 或者叫残留 但是呢 被一个高中生把我低拉起来 训斥我 说我是什么阶级感情的时候 在那一个瞬间 当我用政治思想去武装自己的时候 在那一个瞬间 我比畜生都畜生 1967年8月 一次学校武斗当中 当时16岁的王岐瑜 打死了一个 另一个派系 正在逃走着的19岁红卫兵 第一棍子 激动了后脑 把他打着飞出去 第二棍子他爬起来想跑 造成前一个右一棍子 这棍子打着鲜血泵发 我这棍子想溅满了血 就是这棍子 我印象非常深 这棍子都不需要往下滋 都往下喷射 肯定有小小的动脉被打破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非常得意的大喊人 就跑不了了 我把他打垮了 他被我打死了 李逸郡 亦都是对王岐瑜的当头棒渴 又对文革的巅峰狂热 跌到去人身谷底 我刚开始就自首 自首人家不接受吧 当时公安局 当时我们就打电话给110 我说我打死了 我们这儿发生了命案了 结果警察说 你们先自己处理吧 没人管并不等于 我自己心理上不受我谴责 我就觉得我怎么才能 用一种行动 用一种行为 让自己干干净净地活着 就救赎 现在要恕罪 救赎自己 几个月之后 他终于被捕 但是只是坐了九个月监 就获送到学习班改造 两年左右就获息 他没想过 获得减刑的原因 是对方的父母 帮他求情 他形容那一棒之后 罪恶感越来越重 只求能够坦荡做人 在文革之中 打死人的红卫兵 不计其数 黄契渝是极少数 愿意公开承认 杀过人的红二代 这场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 他根本不是群众运动 同样翻言悔悟的 还有来自美国的毛泽东崇拜者 李敦白 我是在参加中国的历史 在起座 很多情人嘛 我都领导口号嘛 伟大领袖 毛泽西 万寿五江 这些 这寒到哪儿都会有很热烈的反应 他二战的时候 做过美国陆军 1946年加入中共 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提高国际上宣传效果 在公开场合都会将尼敦白安排在身边 文革来临 他也都成为红人 一个就是对文革的热情 文革是打开民族的运动 另外一方面 我那个时候 是成了那么了不起的名人 也是痛恨了头脑 这里是北京清华大学的主教学楼 1967年 这里爆发了一场 30万人参与的批斗大会 对象是当时的国家主席 刘少奇的夫人 王光美 李敦白也都有参与 当天上午周总理就跟我讲了 说清华那个会你不要去 不要介入那样 江青跟我讲说你去吧 你应该去 我听了江青没听懂来 因为我觉得江青是所谓 彻底的革命派 王光美两个女儿坐在前排 也是高喊打扰王光美 她不喊不行 王光美在那儿爱批斗 不过文革出现的暴力 令到李敦白难以接受 认为文革已经变质 我打电话给王力 主要王格 我提出说这个事不对 他们走的不是应该做的事 后来王力的秘书就通知我 他说以后就不要直接找我 以后你有什么意见 就跟康书记研究研究嘛 就是割断了我跟中原文革的路 那个时候我应该辞掉不干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想到了 应该辞掉不干 不应该让他们利用我这个名义 来办那些坏事 但是因为太了不起了 我舍不得放弃那种荣光 当然后悔 我整个在中国最后悔的 就是一件事 后悔参加了一部分中国人 来斗争另外一部分中国人 参加了批斗一些好人 当时认为自己很对 但是实际上是很错的 伤害了一些好人 这是我最后悔的 下一节我们会看看 一个权贵子弟 一个基层工人 文革时投身红卫兵运动的经历 欢迎继续收看文革50年专辑 其实当年的红卫兵 编及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农村 甚至是所有的学校和工厂 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虽然说是无孔不入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组织 山头临纳 各个派别之间还是互相斗争 大致上可以分为老红卫兵 他们属于红二代或者干部子弟 继后四人帮又鼓励了另一批 原本无权无势的造反派出来 最终的目的 都是要打到整个的官僚体系 协助四人帮和毛泽东 独栏大决 由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要动员这些不同背景的人 响应同一个运动 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的 但是偏偏以千万计的人 为之而疯狂 甚至千迷至今 这一节 我们找来两个背景元殊的 红卫兵领袖 看看他们还是否认为造反有利 1966年8月至11月 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1300万个红卫兵 他们已经不再局限系学生 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名称叫做造反派 成员片及工厂 农村和政府部门 周绍华是重庆人 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文革发生之后 他成为了造反派领袖 同样是红卫兵领袖的 还有黄春光 他是开国上将黄永兴的儿子 从小到大都是要听党的话 要热爱党 热爱毛主席 两个人身世悬殊 一个红二代 一个出身贫困的平民百姓 结果都卷入了文革的船祸 浮沉起伏 这一幕令到一场文化大革命 演变成暴力革命 重庆是中国的国防工业重镇 这里冰工厂临立 自然成为武斗最惨烈的地方 两大派系造反派割据地盘 互相争夺兵工厂的武器 以手榴弹 坦克 大炮 深知舰艇对战 一条连接江北 北区和渔中区的嘉宁江大桥 建于1966年初 两大派系为了争夺这条大桥的控制权 在两岸以大炮对决 周兆华在文革期间 个人仕途可谓一帆风讯 直到1976年9月 毛泽东逝世 文革结束 四人帮倒台 中央清算文革三种人 即是靠做反派起家 帮派思想严重 和打砸抢分子 周兆华被捕入獄 关押了三年 他对中央结束文革的评价是 他打了我们共产党的牌子 实际上 修正主理打 修正主理集团 几十年之后 他仍然怀念 文革这段 人生中最光辉的日子 自至今日 周兆华的思维 和这个个人小小空间 仿佛停留在文革的时候 念念不忘的 始终是毛泽东 这本就是毛泽的语录 书上的毛泽语录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当初毛泽讲话 获释之后 周兆华曾经和一些同道人 积极阻挡 希望毛泽东思想重建天日 差点再次坐牢 他是对我 当时对我来说 我是控股主持人 从控股主持活动 我每年出去 毛泽语都做 开毛泽语录认会 这个毛泽语 开毛泽语 开本要重复出什么 同样响应文革号召 成为造反派领袖的 还有黄春光 黄春光的父亲黄永胜 1927年就跟随毛泽东 参加秋收起义 连永胜这个名字 都是毛泽东改的 是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嫡系 所以黄春光是典型的苗红根正 文革爆发的时候 黄春光二十三岁 和全国青少年一样 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说的话 比起父亲的教诲 更加有影响力 他就说 你年轻 你不懂政治多中的复杂 你要小心 你背后有黑手 你不要被人家操纵 所以我一生中 唯一跟我父亲吵了一架 和周少华不同 担任红卫兵司令的黄春光 并不喜欢批斗大会上出现暴力 他慢慢发现 这场运动的走向 和他的理解有所出入 他说他自己已经尽了力 减少悲剧发生 我们开会 我就说了 是不许给戴高帽子 不许给挂黑牌子 可是斗的过程中 有的学员就拿了写好的黑牌子 拿上来就给挂上去 我就说毛主席和石楼桃都说让人 我们要稳斗不要武斗 现在我们就把它拿下来 大家同意不同意 下面就有的喊同意 有的喊不同意 我就说大家都同意了 就把它拿下来吧 我就没有参加过武斗 我觉得那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所应该采用的方式 1971年9月 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 和毛泽东以及四人帮的矛盾激化 哀逃的时候 聚机身亡 民革进行了五年 王春光的父亲王永胜 政治多么复杂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作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之首 解放军总参谋长王永胜 被设职关押 开除党籍 王春光也被关押软禁 之后一直被下放打压 十年之后 才能再和父亲见面 看到老人完全没有过去 那种昂首挺胸 那种气羽 那种很挺拔的那种 军人的那种形象 完全是一个老太隆重的 一个老人的形象 说不哭说不哭都在流眼泪 王永胜1983年去世 战场上所得到的多个勋章 都被释夺 王春光认为 官方将所有文革的责任 只是推到四人帮 林彪和他的布下身上 并不合同 几十年来 他一直向多届领导人反映 要求为父亲平反 我到现在 不认为我父亲 王武李秋林彪 他们是有反党 我也不认为江青 江青桥他们是反党 因为他们都是在 以毛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的领导下 做的所有的事情 但是对他们审判 我父亲和审判江青他们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 你不能把党内的斗争 党内的事情 用一个刑制问题来 做一个刑制审判的方式 来做一个结束 邓小平和彭真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清楚 我要说 你要让我说 我就说他们就是泄愤 发泄自己的 这个对文革的不满 太阳最后 太阳最后 梦初心最轻 文革结束四十年 你一扮红卫兵 由毛泽东口中的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迈向直弱 会想改变自己一生的 曾荣岁月 各有放不下的地方 你的光辉思想 永远是航长 当年很蠢 非常蠢 可悲可笑都有 还可怜 有种说 就放下涂刀里面成佛 但我不理解 我怎么也想出 你放下涂刀里面成佛了呢 你的爱情似海参 心中的海参 可以说是骗了 但是问题是我愿意受骗了 你永远和我来信心啊 那我没有去烦党 你为什么会 最后你会要把我打成反党 那就不符合党的政策 就不符合主席教导了 太阳最红 冒出戏最轻 我一直没有 你把我真说 我认为 光辉思想 永远照我行 春风最暖 冒出戏最轻 明的光辉思想 永远只行长 欢迎继续收看文革五十年专辑 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 真正的动机 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还是个人私欲 事件已经过了五十年 很多的历史资料陆续曝光 有不少的历史学者都已经断定 毛泽东发动文革 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 在他上台之后 被他批斗的领导人 好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还有其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虽然都是毛泽东 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不过他们两个的下场 都是相当悲惨 有党史专家还说 就算坚决表明 不想接班的周恩来 都是间接被毛泽东害死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其实毛泽东是相当恐惧 在他有生之年失去的权力 所以去到文革后期的时候 越来越多人察觉到 毛泽东这个真正的意图 亦都越来越多人 走上了觉醒的道路 我们年轻一代 对自己的社会有很多疾病 我们反对着越南打仗 我们支持黑人军动 环保的问题已经开始出来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社会 有一些批评 想找一个理想的答案 在美国出生的林培瑞 年轻时候经历过 美国的嬉皮士年代 对西方政府有很多不满 在他们同辈里面 不少人都以为 当时毛泽东治下的中国 就是他们的乌托邦 毛泽东的那些旋软品 是很容易掌握的 为人民服务等等 多漂亮 中国建设的杂志的图片 多么漂亮 大家都很丰满的健康的人 都是彼此帮忙的人 所以我们想往这个 他在60年代 在香港居住过一年 目睹过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 怎么样逃避社会动荡和饥饿 个人的层面上 我很同情他们 也想帮他们的忙 把他们介绍给一些 这个外国工厂去工作呀 等等等等 但是他们的故事 我总觉得是一种异化 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头 是一边缘的人 不能代表 中国建设那种模范的人 所以我虽然一个 他们的个别的故事 我相信 但是我不相信 他们代表新中国的主流 就为这股动力 林培瑞在1972年 展开了他首次红色中国之旅 也是他对乌托邦世界的一个破灭 每次坐火车 我们都给我们坐软卧 可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 有应过 有硬坐 而且大部分老百姓 都在硬坐 同样的一个火车 我随便问 那我吃了个小惊 领导不是无产阶级吗 为什么领导需要软卧 在林培瑞开始对中国 这个共产主义社会 产生移民的时候 无数的红卫兵 也都开始觉醒了 你们辛苦了 我们相信 你们回去以后 一定会更好的暗爭 冒净式的主持 把无产改议 共和大革命 更加红红烈烈的 开展起来 在群众和电视画面面前 林彪对毛泽东 表现出绝对的忠诚 跟刘少奇一样 被指明是毛泽东接班人 但1971年9月13号 一夜之间 林彪被判定为叛徒 根据官方的说法 1971年3月下旬 林彪和她的夫人 指指她的儿子林立果等人 制造了武装起义计划 计划取名为 五七一工程纪要 阴谋敗路之后 全家人搭飞机外逃 没多久 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 机上面全部人死亡 毛泽东的文革 斗来斗去和谁斗 和两个接班人斗 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 第二个接班人是林彪 就是说中国在文革中间 完全也是个封建皇朝 那么封建皇朝的皇太子 他本来接班的过程 就是刀光剑影了 那在共产党的封建皇朝中间 接班更难 共产党的皇太子 是不允许自责的 冯姓平当时身处于重庆 见到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撕杀之后 仍然深信毛泽东的神圣地位 五大林彪事件之后 信念第一次动摇 跟我同年很多人 我跟他们谈过 基本上都是林彪事件以后 第一次想到 就是不是我们错了 不是我们父母错了 是毛错了 因为他至少是看错了林彪 从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些想法了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也开始听美国之音了 林彪这件事情以后 我想当时凡是有一点头脑的 大概都开始想这个事了 所以有人讲说 林彪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中国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觉醒过程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林彪去世之后 政客有能力接班的 就是总理周恩来 在文革十年里面 全民投入政治斗争 经济民生凋零 支撑着这个局面的就是周恩来 文革所谓就是按照毛的思路是 天下大乱 大乱之下怎么办呢 老百姓要不要吃饭呢 对不对 当年邓小平在内部 高层内部 评价周的时候讲了两句话 这两句话呢 我相信把周在文革中的两重性啊 给讲出来了 还比较到位 第一句话是 没有总理 局面可能更糟糕 第二句话是 没有总理 文革也可能脱不了那么长 由于周恩来扮演着 收拾残局的角色 民望比任何领导人都要高 都因为这样 引起了毛泽东的差异 毛在银标事件之后 可以说是灰土土利 所以毛当时就是 一个州的威望望上升 一个毛的威望望下降 这个毛就很不舒服 特别是他在病中确实是把拳交给周 虽然周马上就奉还了 但是呢 这个毛这个人疑心是很重的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1972年5月 周恩来在一次身体检查里面 发现患有初期膀胱癌 医疗小组断定 做手术就可以跟着了 但当建议上报给毛泽东之后 下达了不检查 不开刀 对周恩来夫妇保密的三项指示 在同一时间 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 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直至两年之后 毛泽东施批准周恩来做手术 就是这样 周恩来的早期膀胱癌 变成了绝症 周恩来也在1976年1月8日 中国因病逝世 中共这种政治本身是非常残忍的残酷的 就是说你一旦入了这个火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的 你的治病的问题 必须要由毛最高领导人来决定 你本人是没有权利说要动手术 或者不能够动手术 这都是一定要听党指挥的 这个党就是毛 所以周在这个命运上也是非常可悲 连自己得了病 这么致命的病 没有办法去 周恩来去世之后的清明节 过百万的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纪念 官方出动军警镇压 这五个月之后 毛泽东也逝世 十年的文革就此结束 毛是为了自己想做世界上 甚至整个宇宙里头最伟大的一个人 这是毛的心态 甚至比希特勒的事业更广更大 因为希特勒围绕着都是欧洲 他有没有想克服全球 他有没有想克服全球 毛主席 爱人命 他是我们的百度人 文革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整个受骗的过程 被人家彻底利用 然后有好绝度 毛这个人一生好斗 所谓的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 要创造一批 就是无私无欲的 共产主义的新人 改造人性的社会大实验 失败之后 就是新人没有造成 旧人又回不去了 欢迎继续收看《文革50年》专辑 1949年建国之后 遭遇最不幸的 除了是地主和资本家之外 可以说是知识分子 50年代有反右 到了60年代又有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他们 其实很简单 因为一般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考 有能力提出理性的反对意见 但是在一个搞个人崇拜 和极端政治运动的地方 这些理性的思维都是属于罪行 所以文革的时候的知识分子 要是要紧跟中央 就是要歌功仲德 如果稍为有独立的思考 那就是要涉受批斗 有批判能力等于是罪 听起来真的很残酷 这一节我们就要看看 在文革这个疯狂的时代 知识分子的经历是怎样 当年的牛鬼蛇神帽子 在现时的政治环境之下 是不是真的消失了呢 这首歌源自毛泽东 1927年发表的一篇 有关农村土地革命的文章 接近40年后 在文革中被广泛引用 而里面所提到的暴力手段 所针对的 已经不再只是土豪地主 第一种是有钱的人 第二种是管理人 第三种叫反动学术权威 就是你有学问的人 就是反动人 达到这三种人 也就是把社会上的精英分子 全部达到 87岁的内地经济学者 毛于识 文革前已经被划为右派 文革爆发时 难途一劫 文革系继继续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 再一次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 他们饱受暴力虐待 精神侮辱 据不完全的统计 有20万知识分子被逼自杀 或者直接被打死 而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 在运动一开始的时候 就首当其冲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方 全校的会呢 就唱这个歌 唱这个歌对我们这样 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来讲 都显然是很有压力的 这个你是跟着唱 你还是不跟着唱 历史学者张立凡 文革时在雄伟兵法原地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读 他的爸爸张乃希 在民国时期 创办中国民主建国会 建国后出任糧食部部长 被毛泽东定性为 右派的老祖宗 文革爆发时被打致重伤 据我父亲讲 他身边的很多人 大概没有活下来的都打死了 我那个时候就是回学校 这个巷门就被推倒了 然后呢集中了清华所有的 被打倒的领导 和这些什么右派 所谓叫牛鬼说什么 都赶到这个工地上去搬砖头 然后我就看见什么黄万里 什么钱伟长这些老右派 也被赶到那儿 然后呢这个 这个 或者比如说 一 就皮带抽 在文革中 除了六一辈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还包括在文革进行的过程中 对这场运动提出质疑的人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组织 叫做金刚山公社 这里是我了 这个是我了 金刚山公社 就是当时1968年 准备叫做铲平山头 搞各派大联合了 那么大家同学很怀念 就是很留念自己的这样一个造反派组织 就上了广州白云山 听了大家封典 拍了这两张照片 王熙哲 文革爆发的时候 刚刚18岁 他参加过做反派 在派系斗争中坐过牢 又在上山下乡的时候 发配去农村 种种经历 令到他感到文革有问题 当时我们就很怀疑 文革为什么非要这样的一派 这样压倒一派 而且就是你死我活这样的斗争 后来才形成了一个思想 就是当时文革有路线太左了 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 而且要强调社会主义法制 不能无法无天 不能随便对干部也好 对群众也好 亂打亂杀乱关 我自己也是被斗 被关过 所以后来我们就写了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主要的目的就是提出 中国英国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 1974年 他和李正天、陈一阳三个人 以李一哲的柱名 在广州街头 贴出关于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 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 成为文革后期 文明全国的反革命事件 各种问题都有 但它这个东西都是表面现象 主要现象就是 官僚它本身不是由人民授权 人民选举人民授权 人民可以随时罢免它的问题 以这个问题一直延伸到现在 到今天 文革已经结束40年 当年这批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 怎样看回这一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岁月呢 像毛时代的那种大规模的文革 可能是搞不成了 但是呢 你不排除就是用文革的手法 重复文革的手法 重复毛泽东的手法 来这个 试图管理国家 统一思想 重复文革 这个不大可能 但是类似于文革的事情 那时还会有可能发生 因为它的土壤还在 毛鱼识在文革的时候是工程师 后来专研经济学 曾经被派到哈佛大学 做访问学者 回国之后成立经济自负组织 四年前 曾经得到美国的佛利文自由奖 表扬他争取自由经济 和透明开放的政治体制的贡献 但是在国内 他仍然被部分人指为大右派 连他去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 都会有人上门抗议 没有毛鸿抗计 我们跑去中国 文革就是这样子 打倒谁谁谁 然后把他揪出来 斗争 甚至于就打人 你不管左派右派 大家都有自由发言权 有很多人反对唱红歌 我一点不反对 是你的权利嘛 问题是 一方面 游美大会唱红歌 一方面 我这书不让出版 这个可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是平等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你唱你的红歌 我说我的话 到底谁对大家来判断嘛 结果就没人唱红歌了 都明白过来了 现在把两边都压住 而且压得还不平均 我被压得多一点 这个 所以我反复地讲 言论自由是一切的前提 一个是会进步的 最基本的前提 至于王熙节 文革之后 李一节事件得到平反 但是又因为 参与西单民主场事件 和组党 两次进出监狱 现在已经流亡美国20年 他认为 不应该传判否定文革 没有文革就没有四个运动 没有文革就没有 86年的学潮 也没有 不可能有89年的运动 89年的运动 跟文革几乎一样 一开始学习贴打字报 大辩论 然后成立独立的 学生会 然后就是 到天文广场去游行 示威静坐 然后就全国来伸援 而且还有大串联 也开始大串联了 这些都是文革过来 没有文革的话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 所以说文革确实是 就是培养了中国人民 特别七年一代的民主意识 王熙哲认为 当年轰动一时的大字报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仍然适用于当禁中国 现在中国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 中国的问题到现在 还是没有解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 已经五十年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现在要写的话 可能题目不是这个题目 五十年之后又留下了些什么呢 你心里有恨吗 没有恨 那时候是害怕 现在我有恨 毛泽东死了这么多人 我非常的恨毛泽东 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太大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互害的体制 这个体制只是制造敌人 永远在制造敌人 永远在让群众之间 人和人之间互相斗争 这一套靠阶级斗争学说 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 它的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一点是要反思 不仅是毛泽东的历史质量 还有就是毛和这个执政党所建立的 这样一个体制 它本身的这种残暴很不合理 这个是应该永远寄入历史的 其实身处一个这么疯狂的年代 要保持一个冷静分析的头脑 都相当不容易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应该只是一小部分人 但这一小部分的人 就起到很重要的带头作用了 下一集的文革专辑就会看看 这些首先觉醒的红卫兵 他们的心努力情是如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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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文革50年》专辑 50年前曾经参与过 红卫兵造反运动的青年 全国有超过一亿人 当中所犯下的暴行 包括打人、杀人、甚至食人 他们进入这么疯狂的状态 首先因为他们的领袖 毛泽东 已经被塑造成一个神 即是一个不会犯错 亦都不会容许任何人 質疑和挑战的领袖 每个人为了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可以不择手段 包括你刚才所说的种种暴行 其实当年的红卫兵所做的事 已经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到底当中有多少人 以及何时开始察觉到自己做错 其实有不少的红卫兵 在运动开招不久 现在已经怀疑 毛泽东所做的所有决定 是不是每一件都是对的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当他们落到社会基层的时候 司法国建国后创立的 共产主义制度千瘡百孔 社会大部分人仍然被压制 跟他们一直向往的乌托邦世界 相差很远 毛不仅仅是皇帝 是吧 毛还是一个 神 还是个神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比中国古代的皇帝还要高 毛泽东的那些悬转品 是个很容易掌握的 为人民服务啊等等 好多漂亮 林彪也好 刘少奇也好 他们难就难在这一点 他们是造神者 你有没有听说过信徒可以反对上帝 不可能 对吧 后来反对毛泽东 然后又要走民主道路 这个也是很有关系的 文革开始不够一年 红卫兵想斗哪个就斗哪个 他们天不怕地不怕 原因就是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授权 下午五十四日分 我们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长帅 伟大的舵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 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 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乘坐厂红汽车 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来到了广大红卫兵 和革命师生中间 我们红卫兵战士的旗帜是先红的 旧章是先红的 我们的心也是先红的 由1966年到1967年期间 毛泽东一共八次在天安门 检阅红卫兵 检阅红卫兵的人数超过一千万 在他们心目中 毛泽东已经不单止是领袖 还是一个神 我们要造反 要造他的反 主席号召了 毛主席总是对的 那咱们不用思考 总是他说应该就怎么干 心爱的毛主席 有您伟大的舵手给我们掌座 有光辉的毛泽东思想 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 用我们的伤手 打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来 在我们国家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保证我们祖国 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你当时是完全迷信 就跟那个宗教信徒 你就只能信耶稣基督 谁能说耶稣基督错了 没有人敢说的 你有想法也不敢说的 当时我们是那种状况 叫他男孩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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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领求毛主席 为大领求毛主席 毛不仅仅是皇帝 毛还是一个 还是个神 这个位置比中国古代的皇帝 还要高 毛泽东的文革 之所以能够成为 历史上的这个样子 是因为整个这个国民群体 他也参与了文革 他也成为文革 这件事情的一个角色 这个基因的话 就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皇权文化的基因 全国各地红卫兵组成了大圈联 除了到北京见他们的神圣领袖毛泽东之外 就是可以免费走遍全国 专联各地的红卫兵 亦都因为这样 给他们看到基层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毅经生了第一批参与运动的红卫兵 父母是解放军干部 属于红二代 就是这个最疯狂的时期 他们已经开始反思 究竟自己在做什么 大串联本身我们也看到各个地方情况 包括老百姓造反以后揭发 这什么干部怎么腐败 怎么样睡多少女人 怎么样欺负我们等等等等 也觉得这不是我们老师教的那些东西 这个当时触动很大 就是跟我们后来反对毛泽东 然后又要走民主道路 这个也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作为一批年轻学生 终于看到了中国的现实 除了看到地方干部的腐败 这批红二代的红卫兵 也都开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 他们曾经崇拜过的领导人 被彻底批斗 当中最震撼的是 曾经被毛泽东指定为 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劉小奇 毛对刘的这种猜忌的话 随着他挽言 他的那种猜忌心理的加重 他会异想出一些所谓的威胁 尽管他也知道 我要动刘少奇的话 不算什么 无非摧毁之力我就可以把你拿掉 刘少奇永远不是他对手 他担心的不是说他争钱被刘少奇夺权 我相信毛根本不担心这个事情 但是毛可能再担心他死后以后被人清算 这是有可能的 全国人民在威蕭道的正规根察党 在毛泽的认知的领导下 在马克思北京主任的 居五目胜的持续下 在当地社会主义基础震楼心理 光发照耀下 欢迎前天赅 正胜利照相更大的心理 在建国之前 刘少奇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副手 一手促成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59年 刘少奇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但在全国的宣传机器里面 毛泽东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 一个造神的人 他是很难反对一个神的 当一个神被你造起来了 你再要去反对这个神 那个可能性不大 林彪也好 刘少奇也好 他们难就难在这一点 他们是造神者 你有没有听说过信徒可以反对上帝 不可能 对吧 1968年10月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判定刘少奇是党内 投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 叛徒 内奸 公贊 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 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决意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少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并且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 叛国 叛党 叛国的罪行 并且号召全国和全国人民 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 连带邓小平 陈云等一批领导 在对付自己人 当时大家还都认为是自己人 我们就觉得这很不对劲了 而且你看江青什么都 中央文革都不跟我们联系了 我们去找他们也不理我们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干这些事 大家开始怀疑这是搞什么呢 怎么能把这些 所以当时我们还是站在 共产党的立场上 令更多年青人觉醒的 是文革爆发后两年 舊有的官僚被批斗得七七八八 中央也开始失去 对红卫兵组织的控制 互相募斗 这个时候毛泽东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首请井杠山的革命红旗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 坚定不移地走上与孤奴群肉相结合的道路 我们姐弟三人听毛主席的话 在父母的鼓励下 一同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我们身在城市长大 心要在农村练红 毛泽东以上山下乡作为号召 将全国大部分的红卫兵 从城市迁移到农村 数以百万计受过大专教育的青年 流放到农村 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官方的说法 要他们接受农民的教育 不少人一去不返 不少人一去不返 不给自然堂努力 要与天地争自由 我信天明信革命 我信天明信革命 我信天才藏好双手 做了这么多错事 是不是毛主席错了 出问题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 66年底到67年 最早一批你们觉醒 最早一批觉醒的 也不算觉醒 就开始怀疑了 只能说开始怀疑 说咱大家得研究一下 说是不是主席犯了错误了 这有点不对了 你们就太不对了 大家感觉 欢迎继续收看文革50年专辑 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 真正的动机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还是个人私欲 事件已经过了50年了 很多的历史资料陆续曝光 有不少的历史学者都已经断定 毛泽东发动文革 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 在他上台之后 被他批斗的领导人 好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还有其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虽然都是毛泽东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不过他们两个的下场 都是相当悲惨 有党史专家还说 就算坚决表明不想接班的周恩来 都是间接被毛泽东害死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其实毛泽东是相当恐惧 在他有生之年失去的权力 所以到文革后期的时候 越来越多人察觉到 毛泽东这个真正的意图 也越来越多人走上了 觉醒的道路 我们年轻一代对自己的社会有很多批评 我们反对在越南打仗 我们支持黑人运动 环保的问题已经开始出来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有一些批评 想找一个理想的答案 在美国出生的林培瑞 年轻时候经历过美国的嬉皮士年代 对西方政府有很多不满 在他们同辈里面 不少人都以为 当时毛泽东治下的中国 就是他们的乌托邦 他在60年代在香港居住过一年 目睹过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 如何逃避社会动荡和饥饿 个人的层面上 我很同情他们 也想帮他们的忙 把他们介绍给一些外国工厂 去工作等等 但是他们的故事 我总觉得是一种异化 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头 是一边缘的人 不能代表中国建设那种模范的人 所以我虽然一个 他们的个别的故事 我相信 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代表 新中国的主流 就为这股动力 林培瑞在1972年 展开了他首次红色中国之旅 也是他对乌托邦世界的一个破灭 每次坐火车 我们都给我们坐软卧 可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 有硬过 有硬坐 而且大部分老百姓都在硬坐里头 同样有个火车 我随便问 那我吃了个小惊 我说领导不是无产阶级吗 为什么领导需要软我 在林培瑞开始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社会 产生移民的时候 无数的红卫兵也开始觉醒 你们辛苦了 我们相信你们回去以后 一定会更好的安装 毛主席的主持 把无产阶约与 共产大革命更加红红烈烈的开战起来 在群众和电视画面面前 林彪对毛泽东表现出绝对的忠诚 跟刘少奇一样 被指明是毛泽东接班人 但1971年9月13日 一夜之间 林彪被判定为叛徒 根据官方的说法 1971年3月下旬 林彪和她的夫人指指她的儿子林立果等人 制造了武装起义计划 计划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 阴谋敗路之后 全家人搭飞机外途 没多久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 机上全部人死亡 毛泽东的文革 斗来斗去和谁斗 和两个接班人斗 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 第二个接班人是林彪 就是说 这个中共在文革中间 完全也是个封建皇朝 那么封建皇朝的皇太子 他本来接班的过程就是刀光剑影 那在共产党的封建皇朝中间 接班更难 共产党的皇太子不允许辞职了 跟我同年的很多人 我跟他们谈过 基本上都是林彪事件以后 第一次想到 就是不是我们错了 不是我们父母错了 是毛错了 因为他至少是看错了林彪 从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些想法了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也开始听美国之音了 林彪这件事情以后 我想当时凡是有一点头脑的 大概都开始想这个事了 所以有人讲说 林彪事件的发生 实际上是中国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觉醒过程当中的 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林彪去世之后 政客有能力接班的 就是总理周恩来 在文革十年里面 全民投入的政治斗争 经济民生凋零 支撑着这个局面的 就是周恩来 文革所谓就是按照毛的思路是 天下大乱 大乱之下怎么办呢 老百姓要不要吃饭呢 对不对 当年邓小平在内部 高层内部 评价周的时候讲了两句话 这两句话呢 我相信把周在文革中的 两重性啊 给讲出来了 还比较到位 第一句话是 第一句话是 没有总理 局面可能更糟糕 第二句话是 没有总理 文革也可能拖不了那么长 由于周恩来扮演着 收拾残局的角色 民望比任何领导人都要高 都因为这样 引起了毛泽东的差异 毛在林彪事件之后呢 可以说是灰土土脸 所以呢 毛当时就是一个周的威望往上升 一个毛的威望棒下降 这个毛就很不舒服 特别是 他还在病中 确实是把权交给周 虽然周马上就奉还了 但是呢 这个毛这个人 疑心是很重的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时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 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直至两年之后 毛泽东施批准周恩来做手术 就是这样 周恩来的早期膀胱癌 变成了绝症 周恩来也在1976年1月8日 因病逝世 中共这种政治本身是非常残忍的 残酷的 就是说你一旦入了这个火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的 你的治病的问题 必须要由毛最高领导人来决定 你本人是没有权利说要动手术 或者不能够动手术 这都是一定要听党指挥的 这个党就是毛 所以周恩来去世之后的清明节 过百万的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纪念 官方出动军警镇压 这五个月之后 毛泽东也逝世 十年的文革就此结束 毛是为了自己想做世界上 整个宇宙里头最伟大的一个人 这是毛的心态 甚至比希特勒的视野更广更大 因为希特勒围绕着都是欧洲啊 他有没有想克服全球啊 他有没有想克服全球啊 包出心 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海路人 文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整个受骗的过程嘛 被人家彻底利用 然后又抛弃的过程 毛这个人一生好斗 所谓的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 要创造一批 就是无私无欲的 共产主义的新人 改造人性的社会大实验 失败之后 就是新人没有造成 旧人又回不去了 我们的文革专辑到了最后一集 是时候要总结一下这段历史 Jofia想问一下你 在内地接到一个被访者 他们承受了一定的政治风险 接到你访问 究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部分的亲历者 起码都七八十岁 但他们对过去这段历史 依然很有看法 觉得现在的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说法 都不够全面 文革已经爆发了五十年了 他们担心 他们这一代亲历者过世之后 下一代人就没有办法 认清了文革的真面目 所以就有一份使命感 希望为历史作一个记录 官方的做法是想淡化文革 但民间的想法 认清五十年前这段惨痛的历史 除了为大家十年的共同经历做个记录 更重要的是 亲身经历 每个人都觉得 只要历史真相保存得到 文革的唯独 才不会影响到下一代 毛泽东死后第三天 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八个人站在围体旁边 在中间的华国锋 据现在官方的说法 他就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他旁边还有江青 和其他四人帮成月 高文谦在八十年代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 因为负责赞写多位领导人生平传记 接触过大量党内的机密文件 他综合所有的资料 断定毛泽东最终上教班的 其实是支持文革延续下去的四人帮 除此之外 就是他日常生活里面最亲密的人 你们好 文革实际上是毛和江青的开的夫妻店 所以毛他在发动文革的时候的话 他实际上他一直他心里面的话 所以你看最后你从历史演变的结果的话 就是最后到最后他就相信那么几个人 江青女王 毛也心里的 这是他的侄子 另外呢 就谁呢 张玉凤 张玉凤是什么呢 毛的小妾 我相信他再不承认这个 这个孔盘呢 是这个 他就是靠着 他就是一个是自己的 名媒正娶的 这个所谓这个 夫人 江青 再一个侄子 再一个张玉凤 所以 所以的话呢 这个这个 李洁先生说呢 毛最后那个是 这个以党治国 最后他是以床治国 说的就是他你们家天下 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逝世 全国九亿人哀悼 但在中南海里面 新一轮权力斗争已经开展了 他在什么条件下死呢 你想想看 他在一个最孤独 没有希望 眼看的就要大乱 他作为一个开国的元勋 走到这一步 你说他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我想他一点高兴都没有 在9月18日的毛泽东追悼会上 四人帮的王鸿文 仍然站在华国锋的旁边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不过和他站得更近的 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兼国防部长叶劍英 大半个月之后 华国锋联合叶劍英等 中共军方元老 在中南海拘捕四人帮成员 十年文革 在这一刻才画上句号 历史是无情的 林彪江青一伙妄想篡党篡国 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 其结果 他们自己却被人民 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华国锋讲的话 这个审判那个江青的时候讲 就是那时候 这个华国锋的时候也都讲 说这毛写的你本事我放心了 这毛多多说说写的 这似乎是毛 最后是船位给他了 但是审判江青 还有另外的字条 你没有人说呢 如有事找江青 你这个没有呢 所以毛最后的话 他是一个模糊 所以毛这阵人的话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是 机关算计 最后是满盘结束 他就没想到 黄国锋这种忠厚 忠厚的这种人 最后是干出来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 叶副主席 邓副主席 邓副主席 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四人帮被判刑 文革正式结束之后 一般人都认为 十年浩劫 责任全部在四人帮身上 毛泽东仍然是伟大的领袖 不过在中共高层里面 看法就很不同了 1980年 邓小平取代 华国锋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 在胡耀邦的主理之下 为数以十万计老干部 老党员平反 中共召开党内四千人大会 这批老党员和高级干部 批评毛泽东个人品质出现了问题 批评毛泽东是为了一己私利 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理想 而是有预谋地挪迹罪名 对付政敌 整个文化大革命 都是以整人开始 又以整人告终 当越来越多议会者 挺身致责毛泽东的时候 邓小平一锤定音 制止对毛泽东的批评 我们一定要回复和发扬 毛泽东卫安党 独立的前世经政绩交接受 贤富分手地 流量缓动可作方 邓小平上台之后 曾经有一个机会 彻底否定毛 当时有个四千人大会 党内高层批毛的声音非常大 但是邓考虑之后 下令刹车 错过了这么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 我当时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 当时在八十年代初 都可以听到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传达 当时我印象非常深 万里有一句话 我们这回在最后提一次 保泽东思想 结果呢 实际上后来不是 邓小平刹车之后 邓小平在讨论铸杆里面决议的时候 他看到决议稿 非常给你挠我 发了个大脾气 决议稿最开始是胡耀邦主持起草 对毛的这个东西 这个邓 邓就是说 如果不能够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毛泽东 这个决议宁可不写 实际上邓的这个 在邓时代一开始 中共党内 我当时也在中央机关里面 也是做了一个 彻底否定文革的这么一个运动 最后是虎头蛇尾 不了了之 最后大会决议通过 对毛泽东评价作出总结 指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虽然在文革里面犯了严重错误 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 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 错误是第二位 不是彻底的 而且完全错误的 这个决定的目的 就是把责任都推给老百姓 打大墙 红卫兵干的 武斗 造反派干的 都是他们把搞搞乱了 而且把我们老干部都弄下台了 这都是这帮混蛋搞的 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凭此地犯错误 犯了个错误 受了四人帮人的骗 在中央的责任就推给四人帮了 人民以自己狂欢的锣鼓 庆贺文化革命的结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 终于突破各种艰难 选择了改革开放 全面发展经济的道路 文革结束 中共对毛泽东 和十年文革作出定调 大家开始对将来充满无限憧憬 全民透入 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 所以文革以后的话 他开始鼓励人们去发财支付 鼓励人们经商 鼓励人们赚钱 赚钱在文革时候是有罪 改革开放时期成为有工 这当然是一个重大变化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当小平上来 他的改革开放 尤其是六四以后 说你经济可以随便发达 到处跑 就是宗教 思想 任何跟 跟 跟 跟思想 或者组织 独立的 组织 他最怕 跟这些东西有关 你不行 只有经济去赚钱 可以 那你想像一个中国 一般的中国人 你在毛的后 最后几年 你憋在哪 你哪个方面 你不能 OK 邓小平给你这个 啊 经济 那我当然跑经济 我愿意牺牲这些 至少有这一方面的自由 所以 追上 那么经济的理想变成什么 在毛时代的资产阶级 穿衣服 开快车呀 吃香槟酒啊 这都是消极的negative 这个形象 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可以啊 往经济发展去走 我们的理想就变成本来是 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变成我们的肯定的东西 欢迎继续收看文革50年专辑 虽然说很多被访者想为后人留住这段历史 但是他们在内地 连公开谈论文革都可能会承受严重的政治后果 那年轻一代很难了解到文革真实的一面 问题就在这里 年轻一代不知道上一代经历过的教训 所以有人说 同样的错误又可能会再犯多次 所以有个说法就是文革会不会重演呢 关键并不是在于经历过文革那帮人 因为他们的意识就是要避免重度覆车 反而最可怕的就是未经历过文革 而又对文革一无所知的新一代年轻人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 否定文革的人包括受害者和历史学者 都被禁止举办一切的纪念活动 这个主要还是涉及到执政党的合法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文革它其实是等于执政党的这个领导人 发动了一场政变 推翻了通过宪法程序选出来的国家主席 依然支持文革和毛泽东的 亦都面对同样问题 这个人早上七点钟 早上就说弄得了 弄得了 然后搞那时候 我批杀就跟着 他说 他说 那时候开户人会 不开心 今年9月9日 在毛泽东逝世40周年 总书记习近平 并没有出席任何纪念活动 也去了自己位于北京的母校 白一学校参观 不论官方或者民间 对50年前这段历史 依然隻字不提 我们现在的中学教材 大学教材 是吧 关于文革这段历史 基本上是不谈的 谈也就那么三言两语 那就造成了一个就是说 这么一个曾经深刻地影响了 中国当代史 深刻地影响了数十亿中国人的命运 而且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说 对这个历史真的有一个深入的 全面的系统的反思 在这么个背景之下 这段历史就这样被割断了 就这样被遗忘了 就这样成了好像是 没有存在过的事情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林培瑞近十年在美国大学教书 接触过不少由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 他觉得 未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年轻人 对六十年代这段历史 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年轻没有听出过 刘宾年和方立志 根本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 觉得大饥荒是个谣言 这很可怕 这21世纪居然 有一代年轻人的教育那么差 而且加上他有时候加他的民族主义 什么奥运会 什么中国站起来了 什么打日本 杰宾年没有经历过文革 没有经历而不知道文革是什么 在内地著名经济学者毛于色 过去两年曾经到处演说 向年轻一代讲述文革的历史 但每到处地方都被支持 毛泽东的左派人士干扰 他的演说也被迫中止 最近这个几年里面明显的这个 最近有通知啊 不许批评毛泽东啊 不许讲过去党的错误历史了 这个过去还没有这样的事情 还有哪些方面你觉得是倒退呢 是人民的 那太多了 人民的想法还是官方的 官方 人民的想法是在前进 特别有的互联网开放 全世界的潮流带着中国往前走 但是领导是另外一种想法 领导跟老百姓想法不一样 但是现在有很多事情呢 有点像文革毛泽东的时候 什么事情呢 主要是言论不自由 他尽管不知道很多那段历史 但是有一条 对当下这一代年轻人 是仍然有效的 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恐惧 恐惧这个东西不意味着说 他一定要对历史上 发生过的很多具体事 他都了解他才恐惧 不是的 他是在我们这样一种 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围里面 他就会感觉到那种恐惧 比如说他的父辈 不跟得谈这些事情 文革结束 有人说 因为有了十年浩劫的经验 全民达成共识 要改革开放 中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 也归功于这场政治运动 但是同样有人认为 中国经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积聚了不少的问题 令发展停滞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文革遗留下的问题 没有彻底解决到 两年前到台湾去住了一年 台湾在五十年代 也是我的敌对国家 蒋介石 我们年轻人都骂他 所以我对台湾并没有偏见 但是我那一年去住在台北 感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 互相关照 我进地铁 马上都有人站起来 我以为是外国人 不是 因为老人 两位 把伞放在哪 伞开在哪 中国道路差远 所以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文化 可是有那么大的一种公共道德的差别 我觉得不能说没有文革的影响 除了毛泽东有文革 有什么能够解释这个那么不一样 但是文革期间有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治专权的体制 文革以后没有动 没有变 改革开放时期 原封不动的继续的这样一个体制 这样一个制度性的背景 但是这样一个体制 文革以后 邓小平一代 心上的掌权的这一代人 他们回避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因为他们要坚持党的领导 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一方面经济被打开了 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叫做潘多拉斯侠打开了 里边的魔鬼崩出来了 这个魔鬼就是发财致富的那种贪婪 那种愿望 这种愿望曾经被压抑的十年之久 现在突然放开了 发财致富不再是有罪了 是合法的事情了 党和政府在鼓励了 这是一块 甚至发展到一种 人们为了谋取利益的话 不择手段 可以说中国的现状 是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的改革 一个从左一个从右 最后造成的这么一种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 这样历史的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前总理温家宝 在离任之前 最后一个记者会上 公开提过担心文革重临 三年后 适逢文革爆发50周年 亦都是文革结束40周年 很多人都问 文革究竟有没有机会重演 文革集团 不能说过了这段阶段 一个传统一旦被继承下 被加强 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起来 短暂的回头路是不稀奇的 你比如说 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这个历史不是我们以前 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历这个学说 就是说 这是自然而然会前进 历史不是这样 不是自然而然会前进 而这个仇壤到今天 没有去掉 文革的仇壤很帅 有没有去掉 重复文革这个不大可能 但是类似于文革的事情 那时还有可能发生 因为它的土壤还在 有没有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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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文革的人 大部分知道文革是闖禍 經過的人 他不能說某這種是對的 老百姓不知道文革發生的 真正的原因 是因為共產黨那種暴政 走到極端就這樣 沒有往這個地方總結 而是把大家是欺騙了 說只是有壞人不是制度 沒有反思就意味著 我們這個民族 沒有從這樣一段 巨大的歷史災難當中獲得教義 這麼一段歷史 算是白白的經歷 白白的過去 一定要謝謝 大神會 好幾道正 換你才照明天 一刻 那種人 要一定要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